2020年上半年,除了抗击疫情的医务工作者之外,还有一个群体让人温暖,令人难忘。 他们从你眼前匆匆而过,风雨无阻,他们就是外卖小哥。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北京的一位外卖小哥去看看他在2020年经历了哪些变化。 我叫韩盈,今年32岁,做过服务员,干过装修,还做过保安。 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开始送外卖,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了,我每天早上八点钟开始送外卖了。 今天是周日,订单一点不比平时少,已经送了今天有20单了,是两杯奶茶。 奶茶算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种品类吧,反正我也记不清,这是我今天送的第2杯奶茶了。 您好,过来来,其实您的外卖到了吗? 您好,谢谢。 奶奶在春节的时候过生日,但是当时正好赶上疫情,就当时已经订好餐了, 然后后来是也撤销了,然后让外卖员给送过来。 在疫情期间,基本上都是全靠外卖的店。 那个时候单量特别多,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以外,都一直在跑单,跑个六七十单。 医院经常送嘛,给医护人员,给医生,他人特别担心。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电话,或者是一天一个视频。 然后最难忘的就是我在外卖上看到了就是包括店员,包括外卖员的就是体温信息, 然后还会付出一句话,就是说请你放心,我们的外卖已经消毒了。 就是送的口罩也比较多,美工口罩特别难买嘛, 可会不会下一些单呢,就是让我们出去给他们买口罩。 我的单子比以前多了不少,感觉每天都在想和时间赛跑。 我配送箱里的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以前主要是订餐,后来开始有了水果、蔬菜、药品,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。 而且下单也不再只有年轻人,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在下单。 比如李阿姨,就是其中一位。 她子女不在身边,每周我都要给她送两次外卖。 哎,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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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您又掉到了。 哎呀,走,谢谢,谢谢。 疫情以后呢,我们就学会了用手机订餐,买菜,订药,生活一些必需用品,都给我们送家。 我们平时呢,买一些米面啊,油啊什么的,比较重的东西,都让小哥儿给我们送过来。 还能跟我们聊聊天,经常问我们需要什么,他们尽量都满足我们。 正好我80岁过生日 这小哥给我们送的老年长寿面 还有寿陶 这都是孩子们在网上给订的 这小哥还说祝您生日快乐 我们非常暖心 看着老人们我也会想起远方的家人 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感到了一种温情和暖意 外卖不仅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我经常去的一些餐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家餐厅以前只有唐食 而如今餐厅已经把一部分唐食区改成了外卖等候区 还开了很多外卖专门店 在疫情期间外卖对于餐厅来说 确实就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那么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现金流的补充 那么当时外卖有些门店已经占到90%甚至更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是最后一单 送完这单今天跑了60单 如果要算下来 这个月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实力挺满足的